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2年7月12日,星期二 今天是被刺杀的安倍下葬的日子 我这个视频不想过多的去讨论安倍 但是有一点我注意到 昨天在中国的记者会上 有日本的记者问中国会不会派官方去参加安倍的葬礼 外交部的发言人回复说 中国并没有收到关于智桑的通报 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被邀请 没有被邀请了去干嘛呀 但是咱们台湾省的副省长赖清德他要去 但是他以个人的名义去参加的 为什么以个人的名义是因为惧怕大陆吗 对吧 那么他是受邀请吗还是怎么样 我们不清楚 还有呢就是这两天我们看到 普京呢对安倍是给予了高度评价的 也给了挺多的言辞的 另外呢也有记者去问普京要不要参加 普京说不会参加 我忘了他有没有说会派人去参加 也就是说呢普京并没有说我没有接到通报 我没有受到邀请 而是说我不会参加 就和中国的情况呢不一样 这个挺耐人寻味的 也就是说呢从安倍生前到现代的政府对中国是很对立的 现在日本是不想跟中国说话了吗还是怎么着 两个国家进入冰凉了还是怎么着 但是为什么对俄罗斯的态度又不一样呢 安倍呢生前的时候他确实是他个人和普京的关系不错的 他们两个关系特别好 那日本的县政府岸田政府是不是就因为这个而通报了俄罗斯 按说呢岸田现在的政府和俄罗斯是非常的剑法弩张的 对吧他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紧张的气氛远超过跟中国的 不过呢这些事情我们中国人也并不在乎 我不在乎你日本对我们怎么样 你就是我们的敌人 你以前是我们的敌人 你现在还是我们的敌人 差不多日本历届的首相显有例外的 对中国都是很敌对的 你侵略了我们 你杀了我们的人 没有什么愧意 没有什么歉疚 还对我们那么恨恨的 尤其是安倍 安倍的一生就是为消灭中国而进行部署的一生 中国的那些傻叉还去哭安倍 你傻死了算吧你 好我今天这视频呢主要是想说一下这个广场协议 说起来这个广场协议呢 我们中国人可能有好多人都会认为说 是因为日本在战后迅速的崛起经济高度发达工业高度发达 威胁到了美国 所以呢美国就开始压日本 逼迫日本签了广场协议 逼迫日本的日元升职 这样就把日本给玩死了 使得日本呢之后20年都一举无振 这些全都被美国所赐 而事实上呢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事实是什么 在网上啊有一篇文章描述在广场协议之前 日本是如何的繁荣 有这么几段话是这样描述的 说1988年日本街头 有许多人拿着一万日元 括号相当于800人民币的大钞票拦出租车 而且呢他们要去的不是什么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 仅仅就是在这一条街上 从这个舞厅到街角的另外一个拉面馆 这个距离呢可能都不到一公里 他们就不愿意走了 就愿意一致一万日元 而且呢到了公地地呢就会说不用找钱了 非常的好啊 非常的土豪 还有一段呢描述是这样的 说在那个年代日本超乎想象的繁荣 花钱这样大手大脚的日本人遍地都是 在当时东京很多夜店的界面里 就是一块金表 在夜店里面热出汗了找不到纸巾 顺手就拿一张纸钞来擦汗 原来只有大款才玩得起的高尔夫 在那个时候呢日本的平民纷纷都去玩 市场上呢因为抢不到人倒闭的公司太多了 说很多的零工作经验的大学生 脚还没有踏出校门 不少的企业就先为他们预付了半年的工资 还要请他们吃饭 保证在学校里面就把人抢了手 说东京啊有一个公司的HR 向他的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呢 每滋滋地说 我只花了四万人元 就把一个学生搞定了 给公司省了很多钱 然后呢这个领导反而不是大怒 就说工作不行 说你工作不行也就算了 你连花钱也不会 说去 去请那大学生吃高档的料理 并且赔礼道歉 这是第二段描述 还有一段描述呢 就是说 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如果你告诉一个日本人 你们现在的繁华只是昙花一现 很快要进入失去的二十年 从此就一蹶不振 那所有的人都会把你当成疯子 这怎么可能呢 但是呢 现实就是如此的残酷 日本从天堂跌落到地狱 就是从这个广场协议开始的 说当时啊 美国的市场上用的一水的 全都是日本的产品 美国有一家啊 生产挖掘机的公司老板就说 说我给美国出一招 你只要让美元贬值百分之二十 我的这个推度机就能推到日本的首都 这个公司呢 就是卡特比勒公司 它是美国挖掘机行业的龙头老大 那它在1980年的时候 这个公司在海外的销售额 一度达到了33亿美元 但是仅仅就在三年之后 这个数字就一下子暴跌到了17亿美元 跌了一半 因为效益的问题呢 1980年到1983年这三年期间 这个公司呢 不得不把员工从8600人 裁减到5800人 而给它造成这种后果的 就是它日本的一个竞争位手 叫小松公司 而日本呢 对美国市场的这种吃掉 这只老虎来吃了美国的市场 而实际上呢 这只老虎是美国亲自把它喂养大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在美国的扶持下 日本的工业就迎来了飞速发展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是在朝鲜战争期间 美军就把所有的这种军事订单啊 都给了日本了 这些订单每一年累计都高达几十亿美元啊 而在这之前你要知道 1950年的时候 日本年GDP也只不过就是1091啊 就是朝鲜战争以后 美国给日本的订单 一年的订单就差不多顶朝鲜战争之前 日本全部的GDP 1951年这一年 日本的制造业的产量 一下子就增长了40% 那这是朝鲜战争啊 1965年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 美国呢 又派兵进入到越南去作战 在越南作战期间 美国再一次的把这种军工的订单给了日本 这次呢 日本除了提供常规的战斗物资以外 还掌握了为美军修飞机呀 修军舰呀 这些订单 你要知道 他得到的不仅是订单呢 而且呢 就是直接让他在这些产业从无到有到专业到强国呀 而且呢 驻扎在日本的那些军队 他们还要消费呢 说驻日美军的消费几乎全部都靠日本产品 他们喝的是日本的酒 嚼的是日本的口香糖 那吃的是日本的饭 这肯定不用说了 用的是日本的这些日用品啊 电器啊 全部都是日本的 说就连美国大兵死了以后 包括尸体的果实袋 都是日本生产的 这一个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就让日本在上世纪的60年代后期 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直接就超越了德国 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慢慢的就感觉到了 日本成为了美国企业的一个强敌 抢了美国企业 在海外的市场还不说 连美国本土的市场 日本都开始进入 并且是抢占扩大地盘 美国和日本的这个 贸易额就很快的发生逆转 就是美国出现了对日的贸易逆差 而且这个贸易逆差呢 逐年增大 美国呢就好生不解 这个二战的失败国 它靠我扶植了 现在怎么真的强大了呢 刚才我所说的美国最大的 这个推土机公司 叫卡特比洛公司 它的这个董事长啊 叫李摩根 他就雇人进行调查 进行调查研究 结果呢就发现 美国的这个推土机呢 各方面的性能 其实比日本的小松公司的 都要好 那为什么就竞争不过它呢 他这个调查报告的结论就是 原因就是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啊 太高了 美元太坚挺了 自己家的产品 没有价格的优势 在价格上被日本的产品打扮了 而且呢 这个报告说 我们这个推土机公司 并不是说 只是一个个别现象 这个现象在美国相当普遍 如果美国不采取措施的话 可能美国的制造业公司 很快都要被日本的企业打趴下 他这个报告出来以后呢 美国的企业就开始 集体游说他的政府了 要求政府逼迫日元升值 只要日元升值了 我们的竞争力就会倍增 他们当时呢 就算了一笔账 说我们的拖拉机 假设是一万美元 换算成日元呢 就是二百四十万日元 如果日元升值百分之二十 那一万美元再换算成日元 就只有二百万日元了 一下子就便宜了四十万 肯定能把日本的这个 拖拉机公司给了计划 然后呢 1985年春天 美国的参议院 就把日本列为了不公正贸易国 之后的两个月里面呢 美国媒体就开始对日本口诛笔罚 参众两院的那些议员呢 也不断的提出来各种的上百个的 报复日本的方案 日本人当时就搞懵了 老大哥怎么回事啊 就跟中国现在也是一样的 中国是觉得我们不是夫妻关系吗 怎么一夜之间怎么对我们这样呢 日本那会儿也是啊 美国老大哥怎么不一直照着我们呢 今天这是怎么了 于是日本呢 当时就派出来了他的外相 带着一个团队到美国人去跟他们去谈 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的外相你猜是谁 就是安倍晋太郎 就是安倍晋三的父亲 他当时是日本的外相 那他去了以后呢 美国人就告诉他 原因呢就是这个 解决方案呢就是日元要升值 美元要贬值 那么美国老大哥的意思搞明白了以后 那日本就怂了吗 或者日本害怕了就怂了吗 实际上不是 美国就干了一时情 但是呢并没有像今天美国对中国这样 回来以后就跟当时日本的首相 钟曾跟康宏汇报 说让日元升值 钟曾跟康宏认为呢 那日元要升值的话 就说明我们的货币强大呀 他就认为一个强大的日本 也必须有强大的日元来支持啊 日本高层就认为呢 让日元升值 这应该是一个好事 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那么当时日本的这个心里的小舅友是怎么样的呢 他们就认为说 第一 日本是一个岛国 对吧 非常缺乏资源 我们的生产呢 都离不开石油 当时那个石油的价格呢 在飞涨就跟现在似的 那你日元如果升值的话呢 就说明你拿少量的日元 就可以买到更多的石油 那 why not 这不是一个好事呢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日元升值以后 我们可以买到更多的外国货呀 对日本人民来说 这不也是好事呢 你原来你用一万日元 你买一个包包 比如说 你现在有八千日元 你就可以买了 那老百姓不高兴吗 然后呢 第二就是 日元升值了以后呢 对日本的出口会有受损 但是呢 日本就认为 美国不是让我们就升20%吗 20% 觉得我们可以控制 在20%以内 我们觉得是可以承受的 然后第三呢 日本就觉得说 我们在政治啊 军事上啊 都要依靠美国 美国对我们挺罩着的 说现在 说因为这点小事 让美国跟我们反目 这实在是太划不来了 而且呢 也确确实实 这个贸易逆沙太大了 美国的财政赤字呢 越来越大 那如果说把美国给压垮了 我们的靠山没了 对我们这日本有什么好处啊 那我们日本不就完了吗 所以呢 从以上的这三方面 一考虑啊 日本就决定 可以啊 没问题 所以你看 这是一个很愉快接受的一件事 并不存在着说 美国强迫的 没有 于是1985年的9月22日 美国 日本 西德 法国和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行长 就在美国纽约的一个饭店 这个饭店呢 叫广场饭店 在那开会 一起就商量 来怎么办 让美元贬值 让日元升值 这个协议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 现在你清楚了广场协议签订的一个背景 日本并没有被美国硬逼 而是呢 美国和日本就觉得自己还都可以啊 对自己是有利的 那他们怎么做的呢 这个协议签完了以后 美元是通用货币啊 但也是一种商品 那要让美元贬值怎么办啊 那抛售就完了嘛 然后接着呢 这五个国家就开始大量的抛售自己手里的美元 一共抛售了 合计是180亿的美元 那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前 一美元可以兑换240日元 而在各国的央行 抛售美元之后呢 短短几天的功夫 一美元就只能兑换225日元了 而且这个数字呢 还在继续的下降当中 那对于日本国内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日元的这个逐渐升值 让日本的制造业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日本政府呢 就想让日本企业让利给美国 但是呢 日本企业也不想啊 有钱不赚 那是王八蛋啊 那日本的企业怎么办呢 就想保持自己的价格优势 那你就得降低成本了 所以日本企业呢 就开始绞尽脑汁的降低自己的成本 削减日元升值所减少的这个价格优势 比如说工厂制造零件 要用到的那个切削液啊 它为了省钱 日本人呢 就用吹风机把这屈膝液 都吹到一个回收的装置里面 能省一点就省一点 说在丰田的一家零件制造厂里面 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在工作的时候呢 只是把竖空机床的那个防护罩啊 全打开了 房边的师傅看到了以后 就痛拿这小伙子 说你打开一半不就得了吗 这一次浪费几秒钟的时间 一年下来要浪费多少钱 你知道吗 就是日本的这个制造业啊 为了应对这个日元升值 为了降低成本 真是恨不得 就把那个海绵里的一滴水都挤出来 那么在广场协议签订一年以后 日元呢 就升值了20%了 但是呢 因为日本人想方设法的压缩成本 日货在面对美国商品还是具有优势 美国货呢 该卖不出去还是卖不出去 根本就进不了日本的市场 到了1986年 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 没有像美国所想的那样大幅的缩小 相反反倒是增大了 显然美国并没有从日元升值当中占到便宜 不知道这次对中国呢 是不是吸取了这个教训 不再使用上一次的那个手段 逼中国升值 美国也希望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也是升了的 只不过呢 不像当初那个日元那样 那么美国并没有占到便宜 特别讽刺的是呢 日本也没有从日元升值当中占到便宜 他原来想的那些也都没有实现 那怎么办呢 再这样下去的话 那日本要亏本了 而且日子很不好过 就那么节约 太不好过了 后来呢 他们就想出办法了 就是呢 把一些低端的那些制造业转到中国 所以呢 从80年代末开始 日本的汽车就逐渐的转为在海外生产了 那你要这样一来的话 日本本土的公司那就关闭了呀 大型的公司顶不住 小型的公司更顶不住 大型的公司可以转到海外 小型的公司就直接顶不住 就完蛋了 那就有很多人就破产了 而且呢 他这工厂啊 转到中国以后 他的后果呢 更加的严重 一旦这工厂转到中国了 中国的这些产品 又威胁到日本了 日本的产品以价格优势 威胁到美国 而中国的产品呢 又以价格优势 威胁到日本 说当时呢 日本的一块低端的实营表 能够卖到40美元 但是中国生产以后 中国生产同样的一个实营表 只需要一美元 一双拖鞋 以前日本的时候呢 卖到美国是五美元 而中国呢 只卖五毛 你说你不把日本给击滑了吗 等于说这个广场协议的签订 使得美国和日本 全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美国有一些企业就开始抱怨了 说我们就不应该和日本签订 这个广场协议 日本人也是一样 日本人也认为呢 我们就不应该签这个广场协议 我们的日元升值20% 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帮我们搞垮了 但是日本就说 升值20%啊 根本不会有问题 现在有问题呢 就是你们自己有问题 那日本的制造业垮了以后 怎么办呢 那就进军金融业啊 那日本的股市呢 就红火起来 日本的房地产呢 就红火起来 我们就知道 日本的房价就成为了 全世界最高的房价 那在金融的这种冲击之下 日元的升值可不是20%了 日元的升值就失控了 说日本大阪呢 有一家奇特的料理店 叫伟上凤料理店 说1987年末的时候啊 每到下午的时候 这家料理店的门口 就会停满了高档的轿车 车上走下来的人呢 个个都西装格履 他们要不是 哪个银行的高管 要么就是哪个金融公司的总裁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们到了这家料理店以后呢 不待到凌晨的两三点 这帮人是不会出来的 那么他们在里面干嘛呢 他们在里面呢 也不是做别的 就是看着这个老板娘 一边念经 一边摸已知 禅除雕像 听到这儿 你就可能就明白了 这就是一个迷信活动了 这个老板娘呢 不知道怎么就出了名了 说呢 他这儿有一个禅除雕像啊 他就是一个财神爷 这个老板娘就摸着这个雕像的时候 然后呢 就告诉大家 要买哪一个股票 要卖哪一个股票 这个老板娘的名字呢 就叫伪上神婆 你现在在网上 你搜一下伪上神婆 把他给搜出来 就可见呢 这个人们 已经到了是 没有理智的程度了 炒股 炒汇 这个炒汇呢 尤其是 让这个日元的汇率失控 后来呢 日本就想办法 日本政府就觉得说呢 现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呢 人们呀 不花钱 不在市场上消费 现在呢 就想一个办法 是什么呢 降息 这个利息呢 从5%降到4.5% 降到4% 降到3.5% 降到3% 降到2.5% 一直到日本发明的那个负利息 但是有用吗 没有用啊 人们这些钱 从银行里拿出来以后呢 并没有去投到 那个实体产业里面 而是又拿着去炒股了 都去炒股去了 然后呢 就是买房 说有一个叫杜鞭的人 他就很大胆 他不仅呢 用自己的钱来炒房 他还借钱 说他从银行里面 借了100亿日元 在东京买了一些房子 就等着他喝完咖啡 睡着一觉起来的时候 他这100日元呢 就变成了130日元 日本的房价呢 就是升得这么快 银行看着他挣钱都眼红了 说你把这130日元的 这个物产啊 这个房产再抵押给我们 我们再带给你300亿 你尽管借就是了 这差不多 就像美国在2008年 2009年的次贷危机就差不多了 狂借钱 当时呢 像这位炒房客这样的 哪只他一个人啊 人们都跟风 说1989年的时候 日本土地的资产总额大约是 2000万亿日元 是美国土地资产 500万亿的四倍 日本就那么点小地儿 但是呢 这个地呢 就非常的值钱 日本人发现这个以后呢 就到美国去买 大家也听说过啊 那会儿就是日本人 好多人就到美国去买 1989年1月的时候 三菱财团花费了14亿美元 收购了象征美国财富的 洛克菲勒中心大厦 9月的时候呢 索尼以60亿美元的天价 收购了被称为美国灵魂的 好莱坞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1990年 松下出资61亿美元 收购了美国MCA公司 也就是美国环球影业公司 日本人当时扬言说 只要卖掉东京 就能买下整个美国 那日本政府呢 看到日本的这个股市和楼市 这么的热 就想降落了 这次呢 就和几年前都不一样 几年前呢 是降息 这回是升息 又把这个利率呢 直线升到了 比以前还高 升到了6% 那日本调高了利率以后呢 1990年 股市在开盘首日 就跌了202日元 投资人就开始抛售股票了 但是呢 抛售的人越多 价格跌的也就越快 没过多久 和日元升值时候一样 日本的股市呢 也变成了脱缰的野马 拉都拉不住了 那日本的股市崩盘以后 就好像是多米诺的股牌一样 1991年 日本的房市也开始一泻千里 这个时候呢 你别说是摸那个蝉雏雕像了 你就摸财神爷也没用了 那个神婆 他自己都一口气 亏了是两万七千亿日元 欠了一批股债 98年的时候 伪上神婆锒铛入狱 判了12年 而当时呢 借给他钱的那个星业银行 因此也大亏了一笔 亏了1200亿日元 之后呢 就是我们知道的了 日本就一蹶不振 出现了失去的20年 所以你就说 这个广场协议 它是美国逼他的吗 不是 是他自愿的 他跟中国不一样 有这件事我们也知道 日本的发达 日本的强大 是日本的这个民族 跟别人不一样吗 是有些人吹嘘的 什么工匠精神呢 这个那个呢 日本人就是跟其他人不一样吗 更高级的一个人群吗 不是 不是 他们的发达 就是美国的两次战争 当这危机来临的时候呢 从他的政府 到他的民间 也都是一筹莫展 没有办法 他们的股市 他们的房市 该崩崩 该垮垮 他们也没有办法 说安倍经济学 给他吹的多响的 安倍其实 他在台的这些年 日本的经济也没有起色呀 有什么起色呀 把他吹成那样 安倍实际上在日本国内的支持率并不高 中国那些今日的潜日的 连他自己都没有把自己当着多么的伟大 你看他怎么死的 他在街头进行演讲 当时围绕在他周边的人 只有三十多个人 报纸报的是三十五个 有的人说呢 这三十五个里头 还包括二十多个保安呢 那我就不知道 这个媒体报的 这三十五个人 包括不包括那二十五个保安 那如果还包括二十多个保安的话 你等于说听众只不十几个人 就算是不包括一共是三十五个 你说这安倍哪值得到那去演讲啊 能有什么用啊 安倍之所以能去 他就觉得说他到那去演讲 他值得 可见他自身的价值 是不是 他自身没有那么大的价值 没有一些今日的汉奸们 给他吹的那么闪 根本就没有 好吧 今天是他的葬礼 我也没有看到说 是各国元首云集啊 去调研他呀 也没有啊 根本就没有 冷冷清清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响 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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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